hello大家好 我是小岛 周末本来是想脱个懒休息一下的 结果美国选举突然又出了幺蛾子 我川宝居然被人偷袭了 这种热度要是不蹭一下的话 自媒体也就不用做了 袭击过程我就不多说了 相信大家也都通过视频看到了 凶手也已经被击毙 具体他为什么要袭击川普 暂时我们也不知道 不管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隐情 最后美国的调查结果 应该都是不可能有隐情 所以应该会被定义为凶手的个人行动 很多人都在说 川普这次是提前锁定了2024大选的胜利 确实在枪击案后 川普的胜选概率大增 20年前亚洲的民主灯塔之主 陈水扁就已经为川普打了样 陈水扁是在台南街上拉票的时候 自称受到了枪击 被子弹划破了毒皮 现场谁也没听到枪响 凶手也没被抓到 但是就是靠着这么一个枪击案 民调落后的陈水扁最终赢得了大选 后续在枪击案的调查中 种种疑点都显示 枪击可能是陈水扁自导自演的 而且以咱阿扁漏尿抖手的精彩演技 这种事他也确实做得出来 不过川普的这次枪击案不像是演的 这个不是拍电影 说指哪打哪 贴着耳朵过实在是太危险了 而且在现在这么个节点 不是安排这种极限运动的好时候 一个是自从上次梁老儿大乱变之后 疑似老年痴呆的拜登的民调 已经开始落后川普了 民主党内部也陷入了分裂 灌灯呼声越来越大 这种时候川普实在是犯不着冒生病的危险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现在离大选 枪击这种事情绝对是胜负手 在这个时候放出来 到了大选那一天 效果其实就已经有了一些减弱了 如果说大选就在这个月 确实已经可以直接宣布川普的胜选了 但是因为现在离大选还有一段时间 这中间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太多了 所以我个人的判断 枪击一定是对川普的胜选有帮助 但是这次枪击应该不可能是演的 而且阿扁的枪击和川普的枪击 虽然都一定能提升得票率 但是对选票的影响方式还是不完全相同的 当然有相同的部分 就比如说基本盘那一块 肯定是能起到催票的作用的 因为很多人内心中 他可能支持某一个政党 但是到了投票那一天 他不一定去 虽然媒体把这个选票 形容得非常的神圣 但是其实很多老百姓是不在乎的 比如说美国平时大选的投票率 一般都是在55%到65%这样 两个候选人一人一半的话 其实也就是在全美拿了30%左右的票 如果说像枪击这样的特殊事件 能够多催出3%的人去投票 基本上大部分肯定都是去投川普的 川普实际上就能多10%的票了 这个帮助肯定是不小的 这种得票率增加的情况 阿扁和川普是差不多的 但是其他部分的增量就很不一样了 纯瑞扁那个时候 台湾才从白色恐怖 向民主社会转型没多久 总体来说 台湾还不算是一个很成熟的民主社会 大众对国民党也存在极大的不信任 枪击案发生后 民进党就开始炒作国民党 这个是选不过 就打算物理消灭对手 想要把台湾再拉回独裁年代了 在这种背景下 一些本来无所为谁上台的选民被调动了起来 这个是导致那次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老百姓们并不是知之沉水扁 而是害怕台湾会失去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民主 但是川普这边其实就不存在这个情况了 大部分美国人倒不会又知道说 民主党需要去暗杀共和党候选人 这种枪击案更多的还是个人行为 而且要知道 站在我们华人的角度 可能会觉得枪击这种事情非常的恐怖 但大家别忘了 那是美国 自由美利坚 枪战每一天 老百姓都经常要被打枪 人人平等 总统候选人吃个枪子 我觉得很合理 那为什么川普这次绅士能长这么多呢 现在川普的胜选概率 已经被拉到70%了 我觉得有三个主要原因 一个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有宗教信仰的老百姓比较多 刀枪不入属于一个非常好的卖点 耶稣的二弟红袖拳 在中国建立的基督教分支太平天国 就是以刀枪不入水火不清 作为吸引信中的一个方式的 川普被射了八次 都没射到脸上 只是擦过了耳朵而已 这就已经比大部分太平天国的人要牛逼了 说一声上帝保佑 我觉得没毛病 作为上帝的信徒 投一票支持上帝都偏爱的宠儿 肯定是理所当然的 尤其是我们在之前以色列系列的视频里 祈祷的上帝福音派 这帮狂热的信徒 甚至有可能把这次的枪击 当成上帝的启示之类的 所以巴涉而不重 绝对是帮川普拿到了不少信仰票的 第二个川普选票能自家的原因 在于他暂时获得了一个很强的保护照 川普被媒体黑得非常的惨 尤其是在互联网媒体这一块 原因比较多 一个是川普是右翼保守派 在商业上比较支持传统经济 他本人又特别重视铁锈带的就业力这些 互联网企业有时候是和他的价值观冲突的 比如说互联网的高毛率的一个原因 就是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工作岗位 让程序和机器人做人的活 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中国最近非常火爆的无人出租车 这种东西在技术上美国也可以做 但是川普绝对是反对的 所以新兴的互联网企业都不太喜欢他 很多互联网企业又都拥有自己的媒体 因此这类资本都会通过他们控制的媒体 想着发子要让川普下去 第二个原因是川普得罪了很多的族群 他骂过华人 反对过黑命贵 反对环保 反对LGBT 而且和传统政客说一半 留一半尽量原话有些不同 川普都是直接怼 这个就让不喜欢他价值观的人 会更加不喜欢他 第三点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川普讲话非常的直接 也比较粗俗 这个在传统政治人物里非常难看到的 就相比于传统政治人物 抓不到任何毛病的废话文学 川普讲话里的漏洞和笑料就非常多 咱们做见证视频挺多的 所谓的见证 内核其实就是贬低他人抬高自己 不同的事件 只是这个内核不同的载体而已 如果要从政策面去贬低政客 那是需要多一些知识储备的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 所以一个政治人物 他如果拥有让大众都能参与进来的槽点 那就会特别容易被骂 川普讲话就非常的接地气 漏洞也多 所以经常就被大家酸 我这个讲的可能不够形象 因为很多人未必关心川普说了什么 咱们就说习近平 习近平被人酸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扛两百斤麦子 势力不换肩 这个是不可能的 大家想想吧 日本小电影里那么多精壮的小伙子 有几个能抱着一百斤的妹子充两分钟 习近平就因为这么一句话 在墙外被酸了好多年 川普的槽点就太多了 我随便说两个 川普曾经说过 就是你抓住妹子的那个 就可以做任何事了 还有在疫情的时候 他建议大家往身体里打消毒剂 这个感觉比喝牛尿对人的伤害都大 所以也不能怪大家骂他 但凡是有点素养的人 都有点看不起他 就好像985211的人 大多瞧不起该溜子一样 更别说让川普成为他们的总统了 所以有机会大家就会骂他 骂的人多了 即便对川普没什么恶感的人 为了显示自己的和群 也得跟着骂几句 最后就导致骂川普的人 看起来特别的多 有一些对政治没什么兴趣的人 因为看到了大家都在骂川普 可能就不会头大了 大家看一些YouTuber 有时候会不开评论区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有些观众会先看评论 发现评论不好 就直接跳过不看了 所以观评论有时候不是作者玻璃心 而是有别的原因 现在川普被打枪之后 很多人就不好意思继续骂他了 人之常情嘛 刚刚经历过生死大劫 跑去骂他 有点没道义 这个会让不少被川普黑粉带跑的选民 重新有机会理性的思考 川普的一些政策 这对川普肯定是有帮助的 不过前面说的这些 我个人认为加起来都不是最后一点多 那就是枪击之后 川普所表现出来的强人形象 大家应该都看到那张川普耳朵流血 但是却高举右拳 背后美国国旗迎风飘扬的图片 非常的有震撼力 媒体人常说的一句话 One picture, million words 一个好的图片 所能产生的传播力是惊人的 因为人对画面的接受能力 要远远强过文字 川普在被枪击后 所表现出来的形象 是很多政客都想要刻意塑造的硬汉形象 但是多数政客塑造的都不算成功 川普却藉由那么一张照片成功破圈了 但是这个也确实和川普的个性有关 如果是我 肯定是蹲在特勤人员后面了 美国是一个上武并且崇拜英雄的国家 川普这样的表现 是非常符合美国人的审美的 我前前后后强调了很多次了 很多人是反对我的一个观点的 我的观点一直都是 选举并不是理性的 大部分选民是搞不清楚候选人的证件的 他们投票的时候 更多的是头看得顺眼的那个人 相比于阔约机都有可能不太控制得住的拜登 硬汉川普 显然更像好莱坞里的美国总统 所以我认为川普在枪击后的中二式表现 是他胜选概率大增的最关键原因 其实我本来是计划在大选前 要专门为川普和拜登做两期节目混点流量的 但这次枪击的事件打乱了我的节奏 导致我现在就得稍微聊一聊美国的大选了 我不是美国人也不在美国生活 讲美国的事其实有点虚的 所以我咨询了不少美国的朋友 在拜登和川普辩论之前 大部分的美国朋友还是看好拜登的 因为拜登有执政优势 目前美国的经济从数据上看是非常不错的 股市也一直在创新高 反观美国的对手中俄都陷入了困境 美国的精英群体也都是比较支持执政党的 从美联储的种种为拜登托经济的举动中 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 精英圈都是在竭力保证不让危机在大选前爆发的 然后拜登和川普辩论 川普讲的其实不怎么样 有点胡搅蛮缠但是架不住拜登太老了 就脑子转不动 不但中间选民失望 连一些民主党的支持者也相当的失望 这个时候看好川普的人已经变多了 到了枪击案结束后 我再去问美国的朋友 哪怕是说了还会投拜登的朋友 也认为川普大概就要胜选了 这里我自己就不做预测了 我就跟着大家的意见走 假设大家猜的是对的 川普真的是胜选了 那会有什么影响呢 今天我就先比较宏观的讲一讲 我还是想把细节留到大选前面去说 首先川普当选是不是会对中国有利一些呢 我觉得从大方向上来讲 这种话题讨论的意义其实已经不大了 因为现在美国的反中 就已经不是个别政治人物的政见了 反中已经是一个共识 哪怕是现在出了点意外 两位老人突然都没了 新上台的美国总统 也不会改变对中国的态度 期待一个新的美国领导人 上台后愿意改善和中国的关系 这种事情是几乎不可能的 起码在未来美国总统的一两个任期里 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当然川普上台后相比于拜登 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川普更加重视实体经济 也不重视环保 环保这个东西 咱们以前特别讨论过 习近平的一些环保政策的 在我看来 这个就是吃饱了的人 或者没吃饱 但是特别自信的人才会干的东西 环保是经济发展的紧不重 美国明明已经吃得很饱了 川普还不搞环保 稍微是有点不讲武德了 但是人只要放下了道德 赚钱的就会变得很容易 国家也是一样 不搞环保之后 美国的资源开发会变得更加容易 资源的价格会降低 企业的生产成本会降低 工业发展的速度也会增加 工作岗位自然而然也就增加了 当然拜登也不是说就不支持实体经济 只是他和川普支持的具体产业 比较的不同 拜登主要支持的是 轻能源、天然气、可再生资源、电车等行业 川普支持的更多的是 化石能源、传统汽车、钢铁制造 农业、半导体等产业 基本上除了电车之外 川普支持的行业 都和中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竞争 而且最近两天 马斯克又开始舔川普了 很有可能在电车问题上 川普和其他的共和党人有一定的分歧 所以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 川普对中国的经济的伤害 有可能会更大一些 另外中国的台湾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之前美国刚刚通过了对台湾军援的法案 打算白送台湾很多的军事物资 但是川普应该不会这么容易让台湾得到这些物资的 大概率是要咬到台湾一块肉的 说穿了就是得付钱 另外川普非常重视半导体 半导体是台湾的支柱产业 所以川普应该不是大概率 而是一定会进一步剥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台积电在凤凰城那边的投资 整体投资计划已经涨到了650亿美元了 但是进度一直不佳 拜登政府是用补贴催促台积电加快进度 换上川普的话 应该就是通过打屁股加快进度了 我和不少台积电的朋友聊过这个事 目前不顺的原因 倒不是说台积电这边不愿意推进 主要还是台积电没有预料到 美国人相比于台湾人会这么懒 但是这个说到底还是一个成本问题 故三个美国人 肯定是能顶得上一个台湾过去的牛马的 但是这样一来 人工成本就是五六倍甚至更高了 台积电的竞争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差 慢慢的和美国半导体公司趋同 而且美国那边的晶圆厂的产能占比 也会越来越大 台湾的重要性会逐步降低 所以川普上台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 都是有点难受的 但是普京可能就比较开心了 拜登政府现在是通过印钞票的方式 往乌克兰送各种装备 确实是提振了美国的军火业 但是川普的价值观更加的淳朴一些 要他白送钱应该是不可能的 乌克兰要想继续撑下去 就得自己付钱 或者找冤闹头欧盟要钱 会员节目里咱们说过了 就战前乌克兰的军费 以他的GDP就只能支撑得起俄罗斯的十分之一 一旦美国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了 俄乌冲突大概率就要停止了 所以我得对乌克兰人民说声抱歉 也许是因为我前一期会员视频里的预言 就导致你们难以彻底收复故土了 俄乌冲突结束对中国经济是不利的 这个我在会员频道里说过了 我不能在这里公开讲的原因 是因为这样的观点属于鼓吹和美化战争 一定是会被黄标的 俄乌战争一旦结束 美国可能就不会再把重心放在俄罗斯那边了 而是会再次集中权力压制中国 川普刚选上的副手候选人万斯已经发话了 他认为美国应该要尽快结束俄乌战争 中国才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如果后续美国真的这么做了 那就要看普京的智慧了 川普上台也不全是对中国的坏处 这个就要看他未来对盟友的态度了 川普的上一个任期对盟友的态度就是死要钱 这么做大哥确实容易离心离德 如果说这次川普上台之后 还是保持他的一贯作风的话 确实有可能为中国赢得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的友谊 但是现在说这个还为时过早 我认为要到大选前 川普放出所有的政治承诺之后 才能有比较清晰的脉络 总体来说还是要恭喜川普 川普是个要面子喜欢热闹的人 这回就算他选不上总统 也绝对是轻视流明了